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在国际间虽虽列明世界前几大的人工关节专业制造商联合骨材,今年首度把全球使用者医疗高峰会议回国内台南召开,吸引17国,逾300名医师卷主与经销商与会。 业者表示,联合骨材坚持在台设厂制造国际标准人工关节行销世界,产品已在全球38国取得认证。 这场医疗高峰会今天在台南远东乡格里拉饭店举行。 韩国首尔医药大学骨科教授Sing Park 透露,历来骨科手术开了9000多病例,有1500病例使用联合骨材产品。 西班牙巴塞隆纳骨科医师DR,John Leo Blanquid,表示,联合产品是他临床使用很顺利的骨科器材。 此季医学中心关节研发中心主任于在久也说,其80多岁母亲双小都使用联合出品的骨材,反应相当舒适好用。 联合骨材董事长林延生表示,公司成立24年来产品已在全球38个国家取得认证与销售。 在美国、中国、瑞士、法国及日本社分公司协助区域发展,累计植入人体股材近28万例。 今年第三季相较去年同期营收成长近42%。 他说,因应未来订单成长需求,除了早期开发的竹科厂,高雄三厂已建造完成。 不管是铸造、锻造、钛铸烧结,并将喷涂、模具及精密金属、塑胶机、加工等高阶衣材制造工艺皆以其倍。 未来产能将可随市场需求逐步提升3至4倍。 目前联合生产的人工股材品质与欧美大品牌分庭抗礼,多项设计巧思甚至由于欧美大厂。 业者说,联合是亚洲首家获得美国FDA认证的股材制造公司,也是全亚洲唯一具有研发、设计、制造一条龙的股材厂商。 除了38个认证国外,目前正在巴西、秘鲁、墨西哥、日本办理产品注册认证,未来都会有稳定订单来源,能让世界看见MIT产品的强大。 作识亚洲人工股材龙头地位逐步向世界医疗器材大厂迈进。